我上個月去宜蘭的計程車博物館 知道嗎?直接進入正題會太硬嗎? 沒有像其他YouTuber一樣 先叫大家按訂閱開啟小鈴鐺 在你根本不知道看這影片會不會有感覺時 直接一個硬插入 除了各國的經典款式當招牌之外 我的敏感了一點掃到室內最深處 不偏不倚就停了一台二戰小GPU 距離夠近到... 哇可以聞到美軍們曾經的屁位 然後老實說車體大小 我覺得連我們亞洲人做起來都會永遠吃力 下面介紹寫此為1947年的戰後版本 策展人覺得它是屬於戰場上的敵視 帶著士兵動本戲跑 有點為牽強啦 不過看你有這樣的蒐集熱情 當然想斬什麼 斬什麼 你知道更牽強的是什麼嗎? 感謝今天的乾爹SirShopVPN 是的沒想到在我們這種 講幹話和政治敏感的交織地帶 還能被廠商嚮重 如果網路使用過量的朋友一定知道他們 BPM的功能我最常使用的方式 就是繞過Netflix的區域封鎖限制 亦或者是你預想造訪一些非美國本土網站就無法存取的地方 像我之前在PS商店想買的美版遊戲 秋賽轉播或政府官網等等 重點是過程你能以匿名的方式瀏覽 不用擔心資料被收集 使用其Cleanweb功能讓你免於釣魚廣告和追蹤器的干擾 閃避瑟瑟的pop-up突襲 有如吉普車翻越障礙物般輕鬆 幫我點擊影片下方的專屬連結和輸入頻道優惠碼 Mass Game Night 即可獲得1.7折優惠和額外三個月的面費服務 限時好康穿好金鐘槽後 拿起籃球準備砸車吧 沒錯今天就想和大家來聊聊這部戰爭片中美軍必出現的經典 威力吉普車Willis MB 用名四乘四又四分之一頓多功能貨卡 當然比較耳熟能詳的就是他的小名吉普車Jeep 這稱呼的遊覽相信有農場的文章已經講到爛掉了 是因為美國政府當時在招標多用途General Purpose載具 而縮寫GP 唸快一點就會演化成吉普的音 這曾經還被艾森豪大大評選為影響戰事的六大載具之一 導致二戰後全世界也開始這麼叫 逐漸被定型成這類越野車款的代稱 現時生活中也有超多類似的例子 讓我想到奧利奧Orio明明為一家廠牌名嘛 但是現時變成我們對那種黑色脆皮白色夾軍餅乾的代稱 其實吉普一詞早於WW1極有出現在美軍禮語中 形容你是未向大家證明自己的菜鳥新兵 或軍方正在實驗的新載具 像是1937年美陸軍的牽引機和B-17轟炸機的前身 也都用吉普一詞來稱呼 到了1936年中期普派水手漫畫中 有一細長又頑皮的角色 即為尤金吉普Eugine the Jeep 能夠穿越各種障礙物和維度來解決主角的問題 賦予了此詞彙一個能翻山月嶺之新地意義 所以汽車工廠們當然也會想拿來在自家新產品身上借用一下 30年代末眼看歐陸上有人很遠講越來越激動 美軍方即丟出一輛全地形偵查車的需求 大方灑規格給135家車廠 看誰有實力滿足我 起初有兩家財力較小的公司 分別是威里斯動力和賓州的美國班塔木 願意依照客戶需求試試看 後者的自由接案設計師只花了18小時即設計出 堪稱真正吉普車的原型車在1940年9月誕生 但是戰爭部門對於該公司重組後的不穩定性有點堪憂 於是隨後又找到勞野車品牌維利哥 和現在依然有市場的F特技車 運用哪位設計師的草圖為發想 甚至還派人去丈量和審視班塔姆的原型車 最後威里如其名搞出了四缸 60匹馬力Go Devil威力最猛之引擎 三段是變速 這塊時速可達72公里每小時 福特則是端出了最佳的做工 新增了車頂和防護板 在當時政府眼裡是滿好的新概念 在馬里蘭州經過嚴密測試後 最終決定 先是由威力哥拿到第一份生產大訂單 中間有因為公布應酬等問題 於是福特場也被咬緊加入群組 然後剛剛上述的班塔姆也有工作 去生產現在後面的四分之一頓拖車單元 要如何分辨兩者誰才是死誰家的孩子 那就是前面吉普車的經典護欄 舊槓為福特 而舊槓則是我們的威力 蠻奇怪的冷知識 而且這些都是當時真的有去搶版權的認證 在戰爭期間總計有 63萬7千多台吉普車 衝出他們兩家的生產線 占當時美國軍隊所有輪式載具訂單的18% 聽起來好像沒有很多 但和不同國家的同類型載具一筆 馬上就看得出差別 像德軍的巴爾斯水桶車 他們兩死對頭常被後世拿來較量 在1940年至1945年期間 阿希麗下的也只有區區五萬輛左右 少了十二倍之多 所以除了美軍自用外 還能給英軍 俗軍和國軍駕駛 輪胎橫烙印在歐洲城市 北非沙漠 太平洋小島 甚至中國村鎮都可以見到他的身影 於是原先設定說好拿來偵查用擊補車 同時還要延伸出超多魔改 由於近乎敞篷的結構 所以士兵容易在田野駛城時一不小心 卡到鐵絲網或敵人故意駕射的電纜 聽起來很扯 但有很多人因此被斬首或受傷的案例 所以大家開始在車頭尬上直立的鐵條 來當簡易的防護設施 還有像是影集《洛曼將》中所飾演的戰場救護車角色 在引擎蓋上放單架到處奔波或騰出後座空間 還可以充當臨時醫療戰 你以為都是陸軍在看 但其實海空軍也愛他 航母級可以當海盜式的小舵手 荒加空軍滅火機 導航機 放棄機 甚至還有夠集中生智的話就飛起來的 NO 不是扛著37毫米炮就飛起來的那個 而是這一位最狠的改裝 把撲撲華麗轉身成自轉懸翼機 由英國直升級工程師先驅哈納夫 所一手打造的怪奇物語 試圖將螺旋裝置放在後座 還加長了輕型尾翼的東東以便平衡 而需要被像是轟炸機的角色在天空牽著走 然後放到空降區開始脫鉤 在1944年秋季才是非成功 那時候明顯已經有正宗的滑翔翼取而代之了 不能滿腦子也只有上空 有時候能上軌道比較重要 將JIP開上軌道的奇葩設計 主要是為了解決在被炸翻的國境內 難找到可用火車的投資問題 這類上軌道的魔改 會出現在遭地毯式犀利的德國 與日俊交戰的緬甸叢林等 一般2.2升的引擎可以拉動最多80噸的貨物 然後就被玩壞了 吉普車要兇起來可能也不比野戰單位差 還有我們之前介紹過的火箭車也有一段邂逅 插上較無後座力的4.5英寸火箭彈 能給予敵人傷害不大愛丹振哲性極強的物理效果 但是後來發現搬到卡車上人色更多 因此新品只有不到五根手指的數量 說到極即可為的失敗品當然不在少數 1941年早期美國戰車殲滅部實驗出了T2機動型37毫米砲 砲口朝前蓋過引擎蓋 後來也有槍盾超厚的版本 但都很尷尬 為了應付隨便就要400公斤的砲本體 於是車子也要升級成4分之3盾的6x6超級機鋪 但等候多時 37毫米砲已經不能對敵防裝甲產生效果了 只能等到接近戰爭尾聲的無後座力砲被發明後 才開始有點意思 在強行橫渡萊因河的大學校隊行動中 美軍第17空降師極有借來玩玩 還算是有不錯的反輕型裝甲表現 而且很多照片可以看到 附駕火力技能點到滿 尬傷M1917A1或0.50 M31在後座的槍架最為熱門 總計有三萬一千多組出產任勤挑選 雖然大家在戰場上早有動手完創意出各種不同拼湊版了 最猛的還是非我們英國老的SAS末處 直接雙挺了D303Vicus機槍放在副架 在1942年的埃及沙漠中如入無人之境 破光燒亮了激進的夜空 欸如今啊可以看看吉普後代的孜子孫孫 儘管時代在變 但仍然保有經典的頭臂孔護欄和雙頭燈 剛剛上書的主要廠家 威力格知道戰士即將邁入尾聲 所以也積極發展民用版本 除了四本書關於今天的主角的作者派翠克說到 該公司握有兩大免死金牌 其一是他們從1920年代開始 就至少有15%的外銷額是在海外市場 然後第二點最為重要 因為吉普車已因為戰士在全世界散布滿試吃包 所以也不用打廣告了 打造了首部四輪傳動的民用代步工具 戰後幾十年間他們依然推陳出新款 包含小貨卡SUV等老本行 但是公司狀態就不太穩定 1953年威力公司被二戰建造自由輪的大廠 S.J.凱薩滿夏 轉眼間1970年代則是被美國汽車公司所併購 剛接收時經濟狀況是在很不穩定 甚至引起了法國雷諾場的蟻雨 但是在他們手上也搞出了吉普最為經典 &創新的切洛基車款 我的印象在許多90年代的電影中常出現 特別是壞蛋開的 在80年代風靡一時 帶動其美國運動休閒車SUV類別的風潮 包含保濕節也都願意自家高高看 結合轎車和休旅的新品 中間雖然也有換老闆 但是此款休旅在生產線上屹立不搖了18年 總計有278萬輛衝出生產線 隨後1987年東家又換人了 原先的AMC被克萊斯集團說我全部要 從貝塔曼到威利斯近代還有凱薩之AMC 每個胸有成竹的廠商進駐最後都轉爛 因此有人也開玩笑稱之為吉普詛咒 畢竟並非每個人都是一龍嘛 我記得特斯拉好像是至今美國唯一本土 還在賺錢的汽車廠 克萊斯身為當時美國汽車製造商的 三巨頭之一 他們假的停車庫都慢慢堆疊成吉普車的形狀 出產的是大家現在路上最為熟悉的吉普步馬人系列 中間也是歷經許多秉購和改組 但是普普沒有掉價的不斷生產 台灣暱稱為藍哥 今年還有推出最新版本 外型包有經典款式但內容大升級 雙門型預估是87萬台幣 應該是最低標配 不然真的沒有想像的貴 每年依然有20萬組出產 1941年剛問世納斯的客群 和現在會買單的受眾贏的差很大 除了有車門不用再讓自己受冷風吹之外 21世紀的電子螢幕 手工皮衣等花俏配件都給我加上去 因為不用像戰時那樣東省西省了嘛 所以身形加長體重Double輪子寬了一倍 引擎畢竟都過了80年 現在基礎款3.6升V6引擎可吹出285匹馬力 早已把原先的老爺車什麼Go Devil拋出腦後 六段手排變速也是1941年型排檔的兩倍之多 根本直接速變 但其實仔細想一想 雖然科技日新月異 但廠商的創作宗旨不曾改變過 他們都希望夠格能將一小群人 穿越困難重重之地形 遞達想去的地方 犧牲掉些許的舒適和實用性 換來的是最屌的越野表現 除了JIP服飾之外 在台灣沒有專門代理 應該是屬於蠻小眾的越野玩家會選購的 畢竟路上好像都是看到Suzuki的GIMMY比較多 價格較低 大小可能也較符合台灣的路面和我們的身形 最後拿二戰普利茲新玩獎得主 而尼派爾為基普車所下至評論作解 他什麼都能幹 他哪都能去 有像狗狗的忠誠 驢子的強壯 和山羊的命界 永遠能達到當初設計的目標還有餘 並且持續向前行 長一底層士兵的角度來撰寫報導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反推這部座棋在美軍打兵眼裡 可謂人見人愛 他的輕巧 強而有力的引擎和裸一半支聲線 一按鍵式啟動 不需要鑰匙 單個座椅 而不是當時的長椅式設計 搭配高高直立的手排檔 對於很多二十出頭歲的士兵而言 這已經是最接近賽車手的體驗了 不只我這樣說 連恩佐法拉利 對 就是那個法拉利 也稱吉普車為 美國唯一陣港最接近賽車的東東 我怎麼感覺美國老聽了不會很高興 唯一的致命傷應該就是座椅 可以再人性化一點 長時間待在上面陣 有許多乘客都要掛號看回追 男生本來就是要喜歡洋港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聽完這集 有沒有想買一台 Jeep 的模型車呢 先別去買 臨走前別忘記今天的乾爹Search Shop VPN 它能保障你的網路使用安全性 不用怕自己和朋友 開著吉普車葉格銀 就被釣魚網站給跟了 現在使用下面的專屬連結 和我的優惠代碼 Mass Game Night 即可獲得1.7折優惠 與額外三個月的面費服務 感謝大家看到影片 最後我每四到五天一定會上芯片 所以都歡迎按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我們還有一個P戰斗內平台 感謝160位觀眾朋友 讓我持續大聲 最近頻道周邊的消息 快不快了 也會在現在那裡公佈 或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希望不是那種四集會出現的療癒小鈴 因為每攤關的下來真的沒什麼特色 對於今天的影片內容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請給大家留言 我不一定會回覆 但我真的都會看 視頻畫面大概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